来好好鼓励大家 她没有装上一只 用仅存的一只手和三名来握手 没有想到遇上了一个富人呛瞎 叫邵小玲 别来作秀 这也让当场更外的崩大 特别搭车南下 台中市长夫人邵小玲 一身朴素没化妆 也一只都没有装上 现身在奇山国中 探视受灾的村民 夫人来光拍你们 夫人来光拍你们 邵小玲在旁人的 在摻扶下用仅存的一只手 握紧民众给予温暖的鼓励 但有人接受 有人却一点都不领情 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 焦急等待的夫人 忍不住激动情绪破口大骂 邵小玲被这一梦给吓傻了 离开之后身体微微战斗 情绪显然受到波动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说什么 我不会讲话 对不起啊 请原谅我好不好 请原谅我 对他心中有太多的苦 他没地方去滑雪 所以市长也特别叮咛说 大家都一定要 悉心来接受 等待家人的焦虑 需要更多人将心比心 风宅过后 救援还在进行 夫人本来可能想南下 用自己的例子 鼓励灾区民众 坚强走出阴霾 没想到遇上呛下的人 似乎有点吃力不讨好 匆匆结束行程 三点新闻 做不到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